好,我们现在来看自我学习这一个题目 所以在自我学习这一边,它先减 然后再来加,然后我首先看它分,我是4跟8,我先把分,我先一样减 我的4的倍数是1,4,4,2,8,4,3,2,4,4,6 然后我8的那个倍数呢,是18,8,2,8,16 然后它们第一个一样的是8 OK,所以我们虽然讲16是一样的 但是它第一个一样的其实是8 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乘2 它就变成8 然后在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退位加1 OK,我退位加1是怎样呢 我的6呢,我把它变成5加1 然后我的这一个1呢,我把它先成8分之8 所以我的这一个会变成5又8分之8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5又8分之8 减4又8分之8 加2又8分之2 所以我这边5减4增加1 然后8减3变成5 再加2又8分之2 所以我会变成3又8分之7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啦 3又8分之7 好,然后接着下一题这一边 就会变成这个5跟10 我知道5一5 5跟10 3、5、15、5、20 10的倍数10、20 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讲20是一样的 然后可是它第一个一样的其实是那一个10 所以我把它的分母全部变成10 这个乘2变成10 这个也乘2变成10 所以它这个呢会变成4又10分之6加10分之1 减1又10分之8 所以我这一边有4又10分之7 减1又10分之8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会变成3又10分之17 减1又10分之8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的这个7不够8减 所以我整数减掉一个加分母 所以它会变成3又10分之7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4又10分之7呢 它其实是4加10分之7 然后也是3加1再加10分之7 然后就3加10分之10 这个1我把它拆开成10分之10 所以它会变成3又10分之17 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3减1我拿到的是2 然后17减8我拿到的是9 所以它是2又10分之9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